Hello 大家好 我是Yanki 是不是很新鮮呢? 我轉換了我拍片的場景 由我房間出在我的廳裡 那其實呢 今天想拍這條片 為什麼呢? 我每次都用這句開頭 就是自從我之前拍了那條 皮膚敏感的 關於皮膚敏感的那條片之後 我收到很多Instagram的 direct message 一些Facebook的 message 或者Youtube很多人都留言 問我很多關於護膚品 我用什麼護膚品 我用什麼化妝品 可以在哪裡買到 還有依然很多人都問我 那個中醫的資料 所以今天就解答了大家很多問題 那首先我還是說回 我之前看的那個中醫 那其實我看的那個中醫 就叫蕭玲醫師 那其實他在銅鑼灣執業的 那其實我之前那條片裡 下面的info box 已經有那些資料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很多人 是不看的 然後就照過來問我 那呢 我呢 依然都會在這條片的下面 給他的電話 地址 和名字 那也是要說多一點 我知道很多朋友 因為我介紹了大家去看他 那就真的去轉了中醫去治皮膚的問題 那如果你還在想 會不會想嘗試一下中醫呢 我都要提到大家一次 因為真的始終每個人都不同 可能這個醫師醫得好我 未必真的都同一樣會醫得好你的 那因為都很講人夾人 可能他的用藥適合我 用藥未必適合你的 所以就不要抱著一個 100%看這個中醫就一定好 然後可能看不好 你就回來問我 為什麼你看他很多 我看他的藥吃得越來越差 那所以我也不可以100%保證到 這個中醫一定可以治好你的皮膚問題 但希望90% 我看大部分他都真的可以幫到你的 但也真的提醒大家 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真的中醫要比較長的時間 那還有他真的會 這個中醫的醫法 可能會有機會先幫你清理出來 然後再慢慢調理 那還有你要有耐性去配合 因為不是跟西醫說 可能吃幾次藥幾天就沒事 中醫真的要一段時間 去慢慢調理你個人的體質 那所以有關於中醫的資料 麻煩大家真的在這條影片的下面 那個info box裡看回 那他用藥 就要看你個人的體質去用藥 所以就有些人問我 他是用什麼藥在我身上 那就算我回答你 他用什麼藥在我身上 都沒有意思 因為他看你 根據你的體質去醫治的時候 可能是用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藥 那而且 我覺得他是真的一個比較有良心的醫師 那所以他收費不是很貴 那還有他一次過的藥 他起碼都可以吃到一個禮拜的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那但是又是那個 要看回你的病情 因為我那時候病情嚴重 我就一天要喝足三碗藥 那如果你不是很嚴重 只要調理一下 可能一天喝兩碗就可以了 那所以就好看回你的病情 和你的體質去知道 大概每一次藥 其實可以看吃到多久 那所以中醫的資料 就講到這裡了 那呢 這次這條影片 就主要和大家 先講一些我會用的護膚品 那因為可能上次那條影片 我講得不太清楚 那所以這次就講多一次了 那在我皮膚敏感得很厲害的情況下 其實那一陣子 我都是用清水洗臉 那開始情況好一點之後 我是保持多我用一兩個牌子的 一些很簡單的霜霜 第一個就是這個 看到呢 這個Viso Gel 有一個AI Cream 那其實這個Viso Gel 它有很多系列的 AI Cream 如果我沒有記錯 它就主要用來 一些特別脆弱 和會泛紅的皮膚去用 那它不像Cream的 它有AI Lotion 那你可以看回 如果你真的很乾很乾 你就用Cream 如果你不是很乾很乾 Lotion也可以 那就可以選擇Lotion 其實它有臉用的Cream 也有身體用的Cream 那這個牌子可以在哪裡買到呢 其實你在很多地方都會買到的 你屈臣市 萬寧那些地方都會有的 那好了 那這個AI Cream 我會用的 第二個呢 就是這個 一個叫La Roche-Posay的這個牌子 那 它也是會有很多不同系列的產品 去針對不同的問題 那 它也是有一些 一些 濕疹會用的 一些系列去用的 那 那 不過這個 我就這樣拿了一支出來 因為我只想展示那個牌子 那這個是我最近也有用的 如果你之前有看過火姐姐的影片 我也是用這個 晚間一個收護的一個Cream 那 那 這兩個牌子 這個牌子 也是 那 那 我自己用過 起碼我真的沒有問題 而且 我濕疹那一陣子 都保持著 它們 去幫助皮膚 修復好一點 那 那 另外一個牌子 也是 叫做Eminence 那 Eminence是一個 挺天然的牌子 它又有 面膜 又有Cream 那 那這個牌子 在哪裡可以買到呢 我是在袁黎明的生活百貨那裡賣的 那 上網 會找得到 或者 你回去的生活百貨的網頁 都會找到這個牌子的 那 所以那一陣子 我就是會用這三個產品 對了 那 好了 然後呢 嗯 除了這三個牌子之外 因為我皮膚的情況 開始慢慢好 所以 我開始就 試用了很多不同的 一些天然的產品 或者一些有機的產品 那 不過都真的要提提大家 因為可能市面上 有很多 自稱是一些天然 或者有機的護膚品呢 其實 就真的 不會騙人的 那 就真的 要很小心去選擇 因為你可能 有些牌子寫明 防敏感 純天然 但是其實 你看真的 它背面 原來都是有些自民成分 有香料 那 沒辦法 這就真的要靠大家去 好好地選擇 那 有很多人都會問我 Yanki 我可以在哪裡買到 你這些天然的護膚品 哪裡可以買到 有機護膚品呢 那 所以這次呢 我就要 極力向大家推薦一個 我覺得 我一個朋友 他經營的一個小店 那這個小店呢 就是真的 專門去 去賣一些 他會去找一些 真的有機 真的天然的 護膚品 或者化妝品 去賣給大家 而且呢 這個朋友他很好 他自己就真的會鑽研 他真的會獨取 每一個成分 他真的 了解完整個產品 是真的好 他才會在他的店裡 賣出來 那 可能因為他跟我也是一樣 真的經歷過一些皮膚的問題 所以就知道 其實 要真的 一些幫助大家的護膚品 一些可以幫助大家 解決皮膚問題的護膚品 他才會賣 那 其實 我想有些人 都可能會認識到他 他都有開一個 YouTube Channel 那 他的YouTube Channel 我不知道寫得夠不夠清楚 他的YouTube Channel 叫做 貓婆藥房 你們可以在YouTube找 他裡面 他很有心機拍很多影片 去解釋 每一樣 可能解釋 一些成分 或者是 那次推介的護膚品 他會示範怎樣用 給你看 他告訴你 教你怎樣去 連應一些 不好的成分 教你們 可以在街上買護膚品 自己會看到 會選擇 再不然 其實他本身 他偶爾有一陣子 就會有每月 推介一些 好的用品 或者用完 覺得不好的用品 去跟大家分享 所以 他的頻道 是我以前 在濕疹的時候 有濕疹問題的時候 我都會 看他的頻道 去學一些護膚的知識 他就有一個 叫 Mori Love Duty 的一個網頁 其實 就是一個網上 可以買到護膚品的一個網頁 都是去經營的 我覺得 這個朋友 他很好 因為 他真的用良心 去經營這間店 所以 朋友叫Kimi 但有時候 都會叫他做貓婆 我叫他Kimi 那你們 如果有興趣 就自己去 搜尋這個 YouTube Channel 或者上 Mori Love Beauty 這個網 我會在下面 Description box Info box 那裡 給你們一些連結 所以 就是這樣 所以希望大家 會有一個 有一個地方 知道哪裡 可以買得到 一些 天然的護膚品 有機護膚品 而且是 真的放心去用的 那 還有 可能大家會有一個 關心的地方 就是 好像比較貴 那 我會覺得 貴是抵在 因為 那個貴是買 他的良心 和 他的護膚品 他有一些 他有一些 化妝品的品質的保證 所以 與其你用一個 大的錢 去買一些 市面上的品牌 貴就貴 再買他的名字 那你不如貴 就貴再買 他那個 那個護膚品 的品質 和買 買 那個 買Kimi 他的良心 因為我覺得 在香港很少好 找到一些有良心的 一些這麼有良心的朋友 他竟然有一些 這麼有良心的小店 我看得出來 真的很有良心 去幫助一些有皮膚病的人 至少 他所 付出的努力 他真的 會 去 自己去學習 去了解 每一個成份 是甚麼 到底有甚麼功用 對皮膚其實是有害 還是沒有害 又會去 篩選一些 真是所謂有機 還是原來 假有機的 一些護膚品 化妝品 也好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就會 肯花錢貴少少 但是去買一些 真的安全的護膚品 用到自己 所以我現在 開始就有 試用幾樣 幾樣 幾樣的護膚品 因為 我不想說錯資料 所以 我現在 在這裡 電腦 我是有 看著 產品的資料 就免得說錯 給你們聽 第一個 試用的 一個 就叫做 這個 我先看 這個 就是 一個 叫做 味道 其實是類似 保濕噴霧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產品 很神奇 其實 如果大家想多了解 我稍後再跟 Kimi拍一段影片 去解釋 因為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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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 這個系列 我是玩完 一個手機APP 去測試到 原來我個人 現在的情況 這個狀態 我是最適合用 這個味道 這個 這個叫 Infinite Love 是最適合我的 其實它的用法 很簡單 其實可以當作一個 保濕噴霧 但其實它當中 會有一個功能 是會令到你可以 放鬆個人 可以 有一點點治療的方法 但當然不是噴完 就直接 我治療了 但不是這樣 其實用法很簡單 就是這樣 噴 圍著自己一邊噴 因為 它裡面會有些 花水的力量 其實它會幫到你 去減低你 譬如你現在受的壓力 或者是一些 幫你 給你一些 治療的感覺 所以我可能 我這樣說 你會覺得我很吹水 而且認真 每個人 對這個產品 的效果都不同 有些人覺得 很有用 有些人覺得 沒有什麼用 真的要衡量 但如果大家 遲些 很有興趣 我再介紹多些給你 因為 我做完那個測驗 它是說 我個人 給自己很大壓力 自己 推得自己很拘謹 所以 其實 這個系列 Infinite Love 是提醒 我要愛自己 要懂得愛自己 照顧自己的感受 有時候 譬如我 特別覺得自己很大壓力 或者不開心 我真的會拿出來噴 噴完 起碼會舒緩 會舒服 因為它 裡面加了很多花束的成分 所以 這裡 就是提議 可能 其實在你 入會之前很緊張 你聚會之後 工作很大壓力的時候 你也可以噴 他說 有些人 會感覺到 他的心理狀態 會有改變 有些人 可能 不會有很大的反應 這個是現在 我在試用 暫時我覺得舒服 我覺得舒服 真的會放鬆到一點 你說是不是放鬆了 那不是放鬆了 如果 噴一噴就可以沒有壓力 那 就不用每個人都那麼大壓力 起碼 但是 那一刻 我會靜一靜 因為它有些香味 整個人會很舒服 那 真的有興趣的 再告訴你 有關多點這個東西的資料 那 另外一樣 去介紹給我的牌子 就是這個 這個系列 其實還有幾樣東西試著 不過先跟大家 說了這件事 因為我暫時只是開始試用這兩個產品 那這兩個產品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澳洲的品牌 那叫做Beauty Sensation 那現在呢 我正在試這個叫做 叫做什麼呢 不懂得讀 我怕讀錯 它是一個 有機 保加利亞奧圖 玫瑰純露 類似花絲 那它的用法其實就是 譬如洗完臉乾淨之後 其實就是 這個角度很難可以 對了 那也是一樣 我現在不噴了 因為我發生了 噴在臉上 其實它的作用也是一樣 很簡單 不過都是 因為資料性的東西 真的不想說錯 那 你當保濕水 噴在臉上 洗完臉當 平衡所有的那些 噴在臉上 那它也是100%純天然的 有機梅掛花絲 那又是 雖然我自己對花絲的了解 都沒有很多 但是我都剛剛開始學習 用一些護膚品 但是 所以用到現在 皮膚質素都不錯 另外一個 就叫做 也是這個 澳洲牌子 那它這個 就是一個 精油 那 這個是 是修護保濕精華油 那我平時用完這個 我就會 滴一兩滴在臉上 就這樣推 那因為其實我又 我又不是算乾得很厲害 那所以其實我可能 就這樣塗幾滴油 那我都夠 因為我試過有時候 再塗完奶油 反而就好像 有些太多了 那所以我就這樣 用這個精華油就可以了 那它這個精華油 塗到上面 它不 它不會說真的 很不吸收 就是它會快吸收到 因為我試過塗那些精華油 是塗完 你隔了一會 就是你有幫它吸收 那我有一段時間 但是你過幾兩 過幾兩小時 你看到臉還是 你感覺到它好像很不吸收 還是一個臉 那這個我覺得OK在於 因為它都會油 但是它快一點 吸收到臉上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牌子都不錯 而且 它會有一股很淡的香味 你知道女生也喜歡香味 所以我現在正在試 這三個系列的產品 再試一段時間 如果真的很好 就再跟大家分享 多一點用後感 因為我也是一開始用了 一兩個星期 所以暫時 你說是否看到很大分別的功用 又未說很厲害很厲害 但我覺得正常 因為這些真的 一些有機天然的產品 它不像一些化學成分的護膚品 化學成分的護膚品 你塗完後 可能一兩天馬上見效 因為很多化學成分 在裡面 所以化學成分的護膚品 和一些天然的分別就是 天然的護膚品 你會看到它慢慢才會有效果 那然後呢 就是想跟大家說說防曬 防曬是什麼呢 我以前 其實還用了一兩年 我也是在用La Roche-Posay La Roche-Posay的這個防曬 它是50度 有PA++++ 都防曬UVA 防曬什麼 防曬 防曬 防曬等一會 等一會 不想說錯 它也是會防到這個 UVA和UVB的 那 我就選了這個沒有顏色 其實它有一個有顏色 有一點點類似BB cream顏色系列 我也是每天起床都塗上臉袋 這個牌子 那 不過這個我用了幾年 都已經用光了 那我在 MAPLEU房那邊 那裏 試一個新的 防曬牌子 這個防曬牌子 很好 其實好又好在於什麼呢 其實你要找到一些 真的全物理防曬 不多的 還有 就算你找到一些 全物理的防曬 而那個全物理的防曬 其實又要好用 易推 不乾 都很難的 這個牌子 是我 近來一次過 這麼多個裡面 我覺得是最好的 一個牌子 那 它就叫做 看看 先 Santa Tegri 對不起 我忘了看清楚怎麼讀 它是一個 天然全物理面部防曬 那 它是SPF30 因為讀資料性的 我也是看清楚 好一點 那 它是有 星磋 也是用星磋 防曬 它又阻礙到 UVA UVB 一說這些資料性的 我就馬上很大負擔 很緊張 那其實它是全物理防曬 它是天然的成分 比較適合皮膚敏感的人用 它裏面都沒有香料 沒有有害物質 而且 不會犯白犯灰 那 那 那 我自己現在開始在用這個 那 所以呢 都是用了一段時間 那 但是 舒服 就在於 都容易推 那 也是 用多一段時間 我就會一次過去做一個用後 告訴大家 那個 情況是怎樣 因為現在都是用了一兩個星期 嘟嘟嘟嘟嘟嘟嘟 所以呢 就 但其實起碼沒有過敏的情況 也沒有引發到濕疹 也都舒服 也沒有太口吐不起 那 所以呢 這次呢 就跟大家說了這幾樣東西 那我現在就 近鏡給你們看一次 我剛剛說過的東西 Viso Gel的AI Cream La Rochefossay的這個牌子的一些修復Cream 然後是這個Eminence的一些 這個牌子的Cream 或者面膜 防曬呢 現在我就在用這個 全天然物理防曬的這個 這個 Suntagri 一個全物理防曬的牌子 以前用呢 就會用這個 La Rochefossay的這個 這個物理防曬 然後現在呢 正在試一些新的一些 不同的有機護膚品 這個 這個MISS Infinite Love 這個系列的一些花水噴霧 然後還有這個牌子 澳洲牌子 一個呢 就是修復的精額 胡梅的精額 另外就是花水 那呢 希望會幫到你們 會選擇一些護膚品 去對抗這個冬天 因為冬天比較乾燥 那所以 有皮膚敏感的情況 的人是會比較辛苦的 那所以我很希望大家 看完這條片 會知道 原來在 至少有一個地方 我是可以買到一些 購買到一些 比較好的 真的有保證 而且 是真的天然 真的有機的 一些護膚品 他那裏都有買 化妝品的 貓婆入房 在youtube找他這個channel 那 你們可能會覺得 我是不是特地 要買廣告去介紹他這個channel 那 其實 不是的 因為我是真心想推介大家 推介這個朋友給大家 推介這個channel給大家 因為 我自己在皮膚敏感的 那時候 也有很困擾的 就是 我不知道去哪裏 才可以買到一些 對自己皮膚無害的護膚品 那時候 我一直找都找得很辛苦 那是那時候 接觸到這個channel 接觸到他 就算那時候 我還沒開始用很多 他介紹去那個店舖 有買的護膚品 就是至少我看他的channel 我都學到很多 一些護膚的一些知識 或者一些選購 護膚品化妝品的時候 其實要留意的地方 那所以 我知道其實 有很多朋友 都會有護膚皮膚問題 有很多朋友都會 像我那樣的玫瑰座瘡 有很多皮膚病 有很多朋友都會有敏感 或者有濕疹 那所以我只是希望可以幫到你們 那如果我可以做一些事情 去令到大家 認識到多一點 一些關於有機的東西 一些有機的護膚品 天然的護膚品 我是想盡力去做的 因為都真的知道自己辛苦過 也不想有其他人 像我那樣受苦 那希望這條片 拍了出來 會幫到你們 那所以 有關中醫的資料 有關剛剛護膚品的這些資料 有關那個channel的網頁 我全部會在這條video 下面有的 那所以呢 千萬不要不看下面 然後又盲蹤蹤 來問我 我就真的不回答你了 因為我明明說清楚 在下面自己又不看 之後又請過來問我一些 我明明給你們的資料 的一些問題 希望這條片幫到你們啦 拜拜